鄉親大家平安 今天是新年月八月十四 今年月六月二五 禮拜五 新聞的頭一條 李定輝最后的順利 依靈的車隊 逝行總統府指令 正總統李定輝七月三十 在台北營臟過心去做線路 再去在桌南九月 來舉行火花的禮拜 依靈的車隊 再去為台北營臟 全都到九月時 有賣就以後人員 主法性列隊來上行 如果這個九月也比較到 英國美國基督教的技術 在禮拜開始的時候 民放到二十一鄉的政策 技術結束之後 依靈的車隊 如果特別設行中 總統府指令 相信李定輝最后的順利 經營黨記得頭前出路 前總統李定輝 依靈車隊設中統府指令 代表李前總統最后的順利 總統府指令李大維 代表總統出院部門 帶來以及主管 和憲兵在 付前的宮廷地議 上李定輝最后一項 一月三十二 李定輝在 台北營總貴心 八月十四頭早為北營依靈 不就以後人員頭早就在路邊 列隊上行 都是大家自願的 來對李前總統送行 那代表對他的一個愛戴 跟不捨 相信李前總統現在化為千里微風 自由翱翔在廣闊的天空 但也眷顧著我們 眷顧著臺灣 以臨車隊全都歡迎旁邊 和李定輝有很親眼 雖然九月起床一年復活的禮拜 李定輝最痛苦的 雖然在你睡覺 也跟他的省省之會告頂 再去十點一道 禮拜開始 九月明星一月一向 比照營米基督教義 是個各種最高的規矩 向李定輝提供 為了尊重高修 禮拜的過程不公開 台南建立委集結安到過十個民眾 帶李定輝的紅子 站在九月外面 這個宮台是總統 他 他就是武士道精神 李定輝為替 臺灣臺灣市立第二兵儀館會發 總統府也發生在後禮拜 開提送臺灣會議 為李定輝基盤 國上級的堆肅禮拜